九弦七祖 金超生 我們跟家裡的人都是共夾 就在這間家裡 老爸愛媚人 你一定愛媚人 你有這個共夾在的 老爸要擲狗 你也是擲狗兒子 所以呢 我們有這個夾 我們不能去怪父母 怪兄弟子 自媚 大家有共夾在這裡 但是 你要幫助對方 首先你要改變自己 你要超度冤心在主 那你不改變自己 你怎麼超度 輸我寫白尾寫幾百倍 白尾免錢當然也寫幾百倍 問題是你不想改變你自己 你過去就是因為愛媚人稱恨心 造了這個業 你就寫白尾才好 白尾就是作業 重點是你有懺愧心改變 不要再這樣作業 你過去是因為暴力和傷害 你過去是因為貪欲和傷害 你現在還在貪欲 為什麼有辦法遲到對方嗎 不可能 鬼都有他心通 何況人也有啊 人也知道你什麼個性啊 所以各位你要超度對方 一定要真心的懺悔 那你懺悔得力了 你還帶著對方懺悔 所以呢 而且你不再犯了 你才能夠超度對方 我今天墮胎兩個小孩子 我趕快超度 不然我都要拔肚疼 結果你準備後面還要墮胎 那我剛才說 有時候我也要墮胎 你還要帶孩子 那頭前的孩子你就沒辦法超度 你也沒辦法超度 有的人要熟悉很壞 各位有個人不好的習慣 那各位如果你不改變的話 你的冤親在主就看不去 你怎麼超度呢 所以八觀哉戒可以消除無量業障 為什麼 因為你按照八觀哉戒的身口意在修行 那當然消業障 但是如果你沒有按照八觀哉戒的做法 保持這種身口意如阿羅漢如佛菩薩 對方就感動不了 消不了業 所以有的人說 阿蘇的上頭說八觀哉戒 無間地獄業 什麼眾業都可以消 我無幾天都到南靜 我也參加幾個變 業都沒有消 因為你只是表面功夫嘛 修行是在心裡面 展現出行為的 所以各位這一點一定要 決心發誓改往修來 好嗎 要美人不要再美人 好嗎 要想去別再想去 要吃飯別再吃了 我想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缺點 不然呢 我們怎麼修行 就是有缺點才要修行嘛 那你要有決心改變 忏悔 然後呢 才能夠得到功德 因為等一下要得到戒體 得到戒體是因為你真心忏悔 沒有遮難 那你 那你 改天不是要抵下去 不然抵不下去 我如果破去 我如果不清 抵的東西都不吃 那你就沒辦法得到圓滿的戒體 沒有圓滿的戒體 那你就沒有辦法修行得到圓滿的功德 所以你會覺得 怎麼沒感應啊 所以各位 假設你現在帶兩個小孩 你今天才知道 我今天一天很討厭 修佛菩薩 好像阿羅漢 修完最後回向 請問那兩個小孩會超度嗎 百分之百 我們今天不是要超度 那兩個小孩 是要超度所有墮胎的小孩 所有重心會做生 不是超度你的而已 但是你自己的都超度不了 好了 請問如果你身上有兩個墮胎胎的 到現在都沒超度 你怎麼超度別人的墮胎胎啊 你變成沒有資格 我們自己的北部祖先沒辦法超度 哪有辦法超度 別人的北部祖先呢 這個不是顛倒嗎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要不斷的提醒自己 我們自己就在發飆 要生氣啦 古屈 什麼叫做古屈 聽到有沒有 跟人家合不來叫古屈 格格不入 所以呢 那你怎麼讓眾生和和呢 對不對 眾生怎麼要聽你的呢 同理大眾一切無礙呢 所以各位 講到懺悔要很嚴謹的 言語綠酒 那這樣才能夠感化別人 才能夠超度眾生 修行就是在保持正念 念什麼 念佛念法 念生之心 極樂世界 什麼功德這麼大 因為眾生隨時保持在念佛念法 念生之心 而沒有世間的貪嗔痴 五毒煩惱 等等 保持這種正念 所以各位 現在做什麼事情都不能用自己的習慣 不管你要構成什麼事情 要說一句話 想一下 佛怎麼說這個事情 佛教我們怎麼做 而不是我愛罵人就罵人 愛講別人是非就講 不是 我不要笑就不要笑 你既然行菩薩度 你看到別人不要笑 你既然行菩薩度 走路外難看 這樣 所以你既然行菩薩度 開車又開緊 不怕去跟人弄死 你自己死沒關係 因為你沒有保持正念 你就會用自己的想法 那你就脫離三保 這是很可能的事情 一個人不歸三保 你就算出家後面功德都沒有 因為你脫離的原點 你的想法不是三保 因為你不是三保弟子 那你不是很可能 所以各位 這個最最最最重要了 脫離三保一一切功德就沒有了 所以三保一界是最重要的 破了三保一界 所有界都沒有用 為了如此之外 我們每天都要念三保一 樣樣事情念三保一 希望讓自己呢 不離三保一的做法 菩提心 空性 大悲心 大家要真心的 將我們的生命 按照經典去實戰 你有這個骨心 達一遍地藏經 地藏恩菩薩所做的 我們都要做 地藏恩菩薩的緩就是我們的緩 這就是共用四教無理佛同 好的方式 所以 你既然疼 你就要去做 不可以 這點我做不到我沒有講 所以各位你這個人要命人 你下午下來都要跟命人有關 要說這個 命人有什麼鼓勃 不要命人有什麼說的 你要說這個 你不會說這不要說 我只要說發熱 我只要說空性 要命人這點我沒有講 那你這個叫附藏你的缺點 明白嗎 這樣對你沒有好處 說法 像吃藥一樣 今天我自己吃過的藥 好用 我才把這個藥給別人 明白 而不是跳過去 譬如說 我很會講禪啊 禪多好啊 我都不想說吃菜 我都不想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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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肉 但是我最愛說咸 咸也空性 那這個東西不是佛教 佛教是戒定慧 是圓滿的 而不是你跳到後面說 我講慧 所以我可以不要慈戒 我這個人有邪淫 所以我可以講其他的 講得很好 但是我不要講邪淫的問題啊 那這個你就沒有得 一個人呢 說法有力量是你 心口如意 理外如意 你做到了 你做到了 你去說 你自然有力量 你不可以把它交流 你做朋友 我自己搞鬼 那這樣就沒用 那護法神還會稱恨 把你抓起來 要不然你腳都回去了 你要去護法神要是 特別在家還沒問題 就出家人 要受人供養 護法神有稱恨心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 所以我也西甘情拍狂的 這意思了 但是護法神這麼做 也是不讓你造業而已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啊 法要針對自己 所以我剛剛講那麼多 你要利用今天 一百兆備功德 佛陀天降日 來到宜蘭的 宜蘭的菩薩特別要發願 要避免的 不要再避免了 要沒人 不要再沒人了 要搞對立 搞鬥爭的 不要再搞鬥爭 你不要再說完 好 我絕對不這麼做 不然你不會改 你如果沒有發願 你就保留機會去造業 了解嗎 如果不敢發 我後來做不成功了 那你就沒辦法得到佛法 其他功德 那會想不成功 所以我想各位 戒要圓滿才有定 你戒不圓滿 好像我拔給你 對什麼也不好 這是基本 所以我想 願意 要真實 那你敢發願 眾生皆有佛性 你怕什麼 分也會給你造價值 你雖然現在三分 分了我都給你有十分的功德 那叫不可思議念佛 並不是我們 我們把爸爸媽媽 抄渡去極樂世界了 而是因為 我們有這個信願 而福利加持 所以爸爸媽媽去極樂世界了 所以要為眾生發願 這人中感情 他的原因是因為吃肉 貪心中感情 我要怎麼叫他呢 我現在為了他 我好玩 不要再吃肉 這個功德 給他給他 結果他給他 由你這個功德 自我功德力 義樂力 我想要這樣做 諸佛加持力 不可思議 所以各位要這樣 真心的來發願 千萬不要說 我不行 我不要 我做不到 那你這樣你就 你就故意在保護自己 故意保留自己的缺點 去傷害別人 你就要得到一種特權 我一樣要拿到這個功德 我出家人說 我一樣要用功用 我一樣要收網包 但是我叫我不要 我沒有 那你這樣就違背了 那自己就會越來越損符報 因為一損符報 災難就大 十地菩薩有時候 大菩薩都要墮落地獄 除非你成佛 不然在這個末法 很難修行啊 那時候好好用這種 寺院的戒律來定自己 所以我很多出家 徒弟摧瓜公啊 你一定要發這個願 斷除男女情欲 然後呢不然下地獄 不然你不要出家 有些人都把我混給 混給的環屬啊 你怎麼還沒發 喔喔喔喔喔 這樣就起來了 因為他不敢 他不敢 但是每個人 不是光這一條 愛罵人 講是非 不笑 不慈悲 這個都犯戒的 不工作 不服勞務 這個都犯戒的 現在我們出家人 欸欸欸你把他倒地 你把他做什麼 變老闆女人 變老闆 死者那麼多 跑來跑去 有一個技術 師傅啊 你們那個師傅 為了要拿一個熱水瓶 還叫我跑去老闆拿 那是在從那 那大小姐 他來跟我抗議 我只好這樣講他 自己可以拿 就不要叫別人拿 是不是 所以我想 每個人都要 要努力 盡力去做吧 那這只要了解自己的缺點 來發願 這樣才有福 成就所願做 來代表他 反正這樣 阿瓦佛達 阿瓦佛達 那也說好 願我心 如佛心 如佛口 如佛身 所以我要一直勉勵 鞭策自己 要成為佛陀 這條路要偶爾好誰 你現在小學 總有一天大學博士畢業 只要你一步一步 最後一定可以 但是你開始在走這一步 諸佛菩薩就來加持你了 一個小朋友念阿瓦佛 很虔誠也可以超度眾生 因為小朋友 所以佛陀說同男同女 你願意做干露施死 太有功德了 雖然他不會唸 但是還有那個想法 翁阿瓦 哇 重心就來加 因為他這種同真之心 諸佛加持 所以各位老菩薩 你都不會看她 但是呢 我不會想起 很足备念阿瓦佛 讓別人去紀錄世界 我媳婦給我 我也是阿瓦佛 你通過念佛 結果你佛學院畢業 跟你講一句話 你念得天空 你都沒有念佛 只有你念人 這樣就不好 所以各位 要讀小的老菩薩更厲害 好不好 俗試就是 心肝好 忍力 沒計較 這才是在念佛 不是說我頭很多切 那就是在念佛 那是計較 那你就不平定吧 生三寶 所以期望各位 把生命電視台 所聽到的叫法 運用在您的內心裡面 達到無我的空性 達到慈悲利益眾生 更要隨時收看 隨時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三寶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師父阿彌陀佛 好 那今天我們要請在岩法師 來介紹金剛廚 我們看到後面殘層 有好多的金剛廚 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嗎 那我們知道金剛廚 它又叫做Gatta 那現在可以請師父 來為我們介紹嗎 好 我身後的後面有很多的金剛廚 那金剛廚代表本尊 因為我們去跟上司求法 求法 回來一定要修 如果沒有修 就是對上司不恭敬 要用法來供養上司 所以我後面這邊 最高的這一支 好 我們看到的這一支 這是十一面 十一面觀音的金剛廚 上面是阿彌陀佛